2019年4月18日,渡王三访女儿何超莲宣布与豆潇恋情 两人是被拍到后索性大大方方公开了恋情 而后何超莲更是表白豆潇称他人品好、友善尽心 两人的恋情父母也一直想 看到两人如此欣赏彼此 网友们也都纷纷送上了祝福 从宣布恋情后何超莲和豆潇就一直备受大家关注 豆潇作为知名演员以人凭借楚桥传走红获得大家广泛关注 在外人眼中,何超莲也许是一个不愁吃喝的富二代 但实际上,何超莲打小学习就非常刻苦 熬夜复习功课,早起预习功课对他来说都是家常便饭的事 为了证明自己所取得的成功不仅仅是靠家族的力量 他还专门考取了用钱买不到的会计师牌照 何超莲就是典型的比你有钱还比为是赌王众多子女中较为优秀和才貌双全的 有着赌王最美千金的称号 家庭背景雄厚,长相出众,所以自然有不少追求者 他也是赌王众多子女中被扒恋情最多的 甚至恋情之丰富看比娱乐圈的女明星 众所周知何超莲喜欢追星 最被人熟知的一段恋情就是与吴克群长达四年的恋爱 但是这段感情最终以失败告终 有人说两人分手原因是吴克群劈腿 也有人说是因为吴克群的不婚主义 除了吴克群,还有霍启山,房祖明等家世部一般的人都与何超莲有过恋情传闻 经历了好几次恋情后 何超莲也总结了一个道理 毫不豪门的无所谓 她只想要找一个简简单单的,能够靠得住的人 如今她和豆香已经携手走过了三年的恋爱时光 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 时不时地出来秀一波 近日有消息爆料何超莲凤子成婚 这确实是一桩好消息 然而却遭到了豆香的亲自回应 已经否认该谣言 对于关注两人感情的粉丝来说 当然希望郑主能够官宣结婚消息 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作为娱乐圈曝光度颇高的一对情侣 两人自从高调认爱后就频频放闪 在综艺节目上更是将撒狗粮 但吃了却不胖 豆不量何超莲接下来的正面回答一旁豆香的反应 让网友惊呆了 只见何超莲若有所思地挠了挠下巴并说了一句 等等我 因为赌王的离世不过一年有余 按照香港的习俗身为女儿的何超莲是需要守孝的 自然无法大办喜事 但也有些网友恶意揣测地说何超莲的表情说明一切 还公开吐槽两人早晚都会分手 看到该粉丝信誓旦旦的语气 性格直率的何超莲自然按捺不住的在评论区回应对方四个大字 我就不分 语气可谓是斩钉截铁 霸气侧露 何超莲的态度无以表明他与豆香的感情依旧是弥足稳固 何超莲自从跟豆香在一起后很多人都说他变了 他曾被感情伤害过 一直缺乏安全感 但自从遇到豆香之后 他不仅变得越来越幸福了 还变得越来越接地气与自信 从这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出豆香这个男友做得很到位 我们也相信两人可以长长久久 祝福他们吧